MH-17空难是一场地缘政治悲剧 两年后的今天 这依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政治操作的素材和最大争议点 在荷兰领导的国际调查团 鉴定是从乌东地区射出的俄制三毛举导弹击落客机后 一直在幕后操纵傀儡叛军的俄罗斯 就处于极为戒备的状态 不断提出反证据 而在星期一 国防部更援引俄罗斯民间雷达系统的数据 声称事发当时 包括MH-17在内 共有三架飞机处于同一个范围 但雷达显示 叛军地区并没有射出任何导弹 为伟政权开拓后 俄罗斯立刻翻旧帐 重提基辅当局 15年前设下俄罗斯客机后 作贼心虚 拒绝提供雷达资料 接着就指控对方 这次同样隐藏数据 令人怀疑 政府军是不是空难悲剧的幕后黑手 在空难调查报告出炉后 西方列强普遍认定 叛军把MH-17误当乌克兰军机 才会酿成这起夺走298条人命的惨剧 而明天出炉的刑事调查报告 将说明确切的发射地点和武器型号 有助于鉴定杀人凶手 而我国政府和罹难者原籍国 已经表明会寻求司法途径 将凶手绳之以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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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